自然疗法 心得分享 下面一个是要讲葡萄糖果糖中毒 大家可能很好奇说 葡萄糖果糖不是好东西吗 怎么会中毒呢 这个是量的问题 就是说碳水化合物 淀粉 都会变成葡萄糖 转化 水果也是果糖很多 所以我今天是讲过量的色情 过量的色情才会中毒 大家都知道果糖 你看果糖就是右边那个 一二三四五 五个角 葡萄糖是一二三四五六个角 它是完全在化学结构上不同的东西 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利用果糖 当成燃料 当成能量 那果糖是什么东西呢 水果很多果糖 你去Seven去便利商店买饮料 叫做丰年果糖的那种 Frutos也是果糖 它是不可以被吃的一种东西 你吃下去 你的身体没有一个细胞会喜欢它 包括脑 反正每一个细胞都不要 拒绝往来护了 那么谁会处理它呢 肝脏 肝脏也不是利用来做什么燃料 不是哦 因为它是坏东西 肝脏有责任把它 好像这个唐山脏 把这个孙悟空这个妖魔鬼怪收服一样 收服来做什么 当成脂肪 储存在肝脏 变成脂肪肝 所以说 就是果糖不是好东西 那蔗糖好不好 蔗糖有一半是果糖 一半葡萄糖 所以蔗糖果糖都不能够大量吃的东西 水果我也不建议大量吃 所以各位听完以后呢 你水果本来是一斤的 就番茄是一斤的 变成吃一两粒 吃到就好 不要大量吃 因为这个我们身体最上方那个葡萄糖 你看 蛋白质会变葡萄糖 葡萄糖 淀粉 那些碳水化合物也会变 转换成葡萄糖 那葡萄糖会做什么呢 就会变成往右边 就是 油脂 酸酸甘油脂 合成变成油脂 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 葡萄糖就会变成油脂 变成蛋白质 储存起来 已被日后使用 这样 所以说 淀粉是不可以吃太多 它不是坏东西 所以说 淀粉吃多少 我们讲淀粉跟果糖是不一样的 果糖 你一滴一个都不要最好 那么淀粉可以吃多少呢 不是我说了算 是看你妈妈怎么说 怎么说呢 大家看上面那个 深茉莉色白质的 人母丸乳 就是十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给你喝什么奶 成分是怎么样 碳水化合物占46% 脂肪占47% 热量来源 蛋白质占7% 这个是我 查了很多资料统计出来 这个不会错误的 所以我们讲 我们今天已经长大了 那么你的葡萄糖 淀粉要占多少呢 增能量在50% 这个怎么算 这个好像很抽象 对不对 50%是什么意思 50%就是 你这个最右边这个是葡萄糖脂肪 然后它氢被剥下来 氢的子子跑来这里 充电最右边 这里叫合成水 产生ATP 产生能量 那么我们燃烧葡萄糖 不能够全部燃烧葡萄糖 葡萄糖呢 跟这个脂肪的比 是5比4 另外10%是蛋白质 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葡萄糖 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 它就等于是车子的柴油 我们一部车 就是柴油 柴油加 这个我们人这一部车 柴油加50% 汽油加40% 潤滑油加18% 这个是我们正常的量 你不要乱加 因为这个葡萄糖 大家看这一个图 最上面那个图 一个分子的葡萄糖 会产生38个ATP 同时产生6个二氧化碳 38倍6除呢 就是等于6.33 那如果你烧的是脂肪的话 就是129倍16除8.06 所以烧葡萄糖 会产生比较多的酸 它的效率比较不好 就好像一部车 你应该加50%柴油 40%汽油 那你就要按照这个比例 你柴油加太多 就是效率会差 比方说 像我们讲 一个人70公斤 你一公斤体重 要30大卡的热量 所以你一天要大概2000卡 那么2000卡 50%来自葡萄糖 就是说 它的葡萄糖 淀粉 碳水化合物 就是要除4 因为一公克的淀粉 会产生4卡的热量 就是250公克的 碳水化合物 这个叫做正常 正常 50% 50% 热量的来源 可是大家不要误会说 那我就一天吃100公克的马铃薯 我就得到100公克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 不是这样算 像这个马铃薯 它有8成的是水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 只占14公克 蛋白质也是一样 蛋白质 比方说一个鸡蛋60公克 你以为你吃一个蛋 就吃到60公克的蛋白质吗 没有 你60公克你要除掉8成的水 其实就剩下12公克的干物量 我们讲干物量 干物量呢 其实一个蛋白质 含的蛋白质 一个蛋白质只有6%而已 6%蛋白质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 不要算错 相比方说 像这个人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葡萄糖中毒的一个患者 有一个人 大概60多一点 他有一天来找我说 他一个礼拜 学了三次急诊 高血压 高血压 心肌 以为是心肌梗塞 结果呢 一两只是高血压而已 急诊 吃一吃 我本身也是急诊医师 这种病人不可能给你受住院 造起来都很正常 结果呢 我一看 他尿是8 我就问他说 你淀粉吃很多吗 米饭呢 面食吃很多 我吃很少 很少吃 那水果吃很多吗 没有啊 也很少啊 那我想说怎么会这样 这个明明就是 好像淀粉吃太多的人 我说 那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营养品 他说有啊 喝蜂蜜啊 朋友送我一桶蜂蜜 不喝百不喝 一天喝100多cc的蜂蜜泡水喝 哦 我说那你 那葡萄糖中毒了 赶快去保健管西清 健管西清 他的尿 酸减值由8变到5.5 自由基4变9 大家看最下面这个 8变5.5 排出来了 这个表示说 他没有顽固性的酸中毒 他整个排是很顺畅的 有些人是排不出来的 第二次 第三次 一只到了 差不多一个月后来找我 他这一个月来完全没有挂过急诊 就这样 不吃淀粉很多疾病就好了 包括高血压 不是 不要吃大量 我叫他做生酮饮食 就是淀粉 其实他跟发炎非常有关 像这个人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人 他就是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然后忧郁症 骗头痛 脑污各方面 页入百万都没有办法再上班 你看他上面 哇 7.5 尿是7.5 8 就是这样 自由基你看 颜色很淡 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4月21 23 24 都排不出来 到了5月1号 我更纳闷了 怎么样经过我调教 加他做生酮饮食 不要吃淀粉 为什么自由基还是这么多呢 不是酸还是这么高 还是8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断糖啊 吃生酮饮食啊 他说有啊有 我断糖 我没有吃米饭啊 面食啊 那我说你油吃多少 他说我油还没有吃啊 他说我吃肉 我心想糟糕 肉 百分之五十 会变成葡萄汤 我们人是会 蛋白质叫脚 他等于没有在断糖 还是吃很多葡萄糖啊 因为我基本上 我是把蛋白质 算作是葡萄糖的一种 因为他会变 一半会变葡萄糖嘛 那他又比葡萄糖更不好 因为他产生很多 BUN啊 阿摩尼啊 对身体更伤害 好 我说那你就一个礼拜后再来 开始给我严格断糖 他到了最后你看 最下面一个5月7号来 一下子就排到5了 这个患者呢 他就不再来了 我们因为已经很熟了嘛 那么我就问他 他说不会啊 我现在很好啊 不用来了这样 所以我后来没有后来的报告 所以说啊 葡萄糖过多 会引起代谢症候群 这个是我自己编写的一个表 其实啊 各位如果是做新陈代谢科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在这个表里面 几乎把所有的新陈代谢疾病 都写进去的 那么新陈代谢症候群 就是第三个阶段嘛 第四个阶段就是癌症嘛 大家看最下面那一行字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人为什么会生病 人是一部车子 你把你当成一部车子 你这部车子啊 你的葡萄糖 你占能量的来源 葡萄糖等于柴油嘛 汽油等于就是脂肪 蛋白质等于是润滑油 蛋白质不能当燃料嘛 所以碳水化合物 油脂跟蛋白质的比例 要50% 40% 10%的比例 如果你这个比例不对 你乱加 我就是爱吃蛋嘛 我就是爱吃肉嘛 你的蛋白质变成50% 60% 像阿金饮食有没有 他叫人家不要吃淀粉 大量吃肉减肥 结果他最后自己死于自己的疾病啊 自己的食谱 他是阿金饮食 是一个异常的饮食 蛋白质吃多比什么都差 比吃葡萄糖多更麻烦 所以说 就好像一部车 该加多少柴油 该加多少汽油 你乱加 最后引擎坏掉了 引擎坏掉 人的引擎就是粒线体 粒线体坏掉 疾病就出来 这个是我们对一般的民众 这样跟他讲 他是很了解 不要加错油 那么这个脑细胞也是一样 脑细胞 它平常是用葡萄糖最多的一个器官 所以脑管全身嘛 你的脑也很注意它的燃料的使用 大家看这个图 旁边两个就不用看了 最左边是电脑断层CT 最右边是PET 正直扫描加CT 大家看中间那个 你看我们的脑 那么这个多 这个PET就是打葡萄糖 同域塑进去嘛 它会产生很多这个 葡萄糖射起很大 所以我们的癌细胞 它射起葡萄糖也是很多 你看这个CT 看不到癌细胞 对不对 可是你打了这个PET 就看得到癌细胞 癌细胞它射起葡萄糖 是正常细胞的30到40倍 所以脑也是很多 所以脑是不能用PET来诊断的嘛 所以说大家知道 脑它是很会利用葡萄糖的 葡萄糖优先使用 所以说你看 我们做PET 最右边那个是正常的 葡萄糖打进去 这个是正常 中间那个过度利用葡萄糖 最右边那个叫精神分裂 它的脑细胞的PET是这样 它有强迫症 尤其是癫痫啊 妥罪啊 过动啊 躁症啊 大概都有一点 过度利用葡萄糖 像这个刚才讲的 这个妥律症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篇章有讲 这个妥律症 也是过度利用葡萄糖 这个妥律症 几乎都是这样 这个也是妥律症 这个舞蹈症也是 像这个癫症 癫症 你看它 会发生这个癫症 它正在我们诊所 做脑波的时候 就发生癫症了 实际意思叫癫症了 这个Grain Mow 全身大发作 你看它这个 这么多异常脑波 脑波发电要燃料嘛 就是用葡萄糖 所以说 大概在美国的1920到30年代 他们治疗癫症 那个死坏没有药 他们就这样病人饿 圣经里面有讲说 癫症你给它饿肚子 不要给它吃东西 它就比较不会发作 听说以前 有某些这个集权国家 他们也是这样 把病人饿 完全不给它吃东西 很多精神疾病就好些了 你看它 一连就发生过两次 所以 所以我们的脑细胞 对葡萄糖的代谢分两种 一种叫做过度利用 像左边这个正常人 PET是这样 这个是同位素的颜色 不是葡萄糖的颜色 葡萄糖跟同位素绑在一起 像最右边那个是 阿兹海默症 你看它前额几乎 都没有什么亮光了 像忧郁症 像种种都是这样 所以说 我们这个栗腺体 它就会燃烧葡萄糖 燃烧脂肪酸 它既然 我们的精神神经疾病 全身也一样 就是 它对葡萄糖过度代谢 就不要给它葡萄糖 那它不会代谢 也不要给它葡萄糖 必它用脂肪酸 所以我们讲 生酮饮食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 糖 它就是糖 它小分子 可以跑到细胞里面 脂肪大部分是常炼的 12个碳以上 要经过肝脏 变成那个酮 最右下方 那个酮体 4个碳 4个碳 三个碳的酮 起带葡萄糖 所以我们讲 人是生糖 还是生酮 用酮做染料 叫生酮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是回归到 葡萄糖不是坏东西 很多人写书说 断了糖就会健康 那个是一种迷思 我是不认同的 所以说你看 我不承认人有精神病 我们最后精神病那一章会讲到 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 都可以用我的方法把它治疗好 就是有些要断糖 有些要低糖 有些要长糖 生酮饮食 后面还会再提 就可以把很多疾病都治疗好 那么这一集就到这里 我们看下面一集 叫生酮饮食 谢谢